就是说全球化 你并不在原则上反对 你反对的是全球化的异化 也就是它的非多元化 或者叫做异国化 那么说白了话 这个事情这个世界上 把经济全球化能变成异国化的 也就是中国 有这个力量 所以说 所以这个话题 我们前面等于是开了一个场 做了一个影子 把这个事情就弄到了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美国毫无疑问 进入了全球化这个轨道 那当然现在 这个轨道 这个火车 它就一条铁轨 就开到中国去了 那么开到中国去之后 习近平就说 在习近平的话 习近平强调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重要经验 就是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 讲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世界和中国的关系之后 那么习近平又讲 我多次讲过 中美两国 谁也离不开谁 何者两利 斗则俱伤 何者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呢 我今天要跟行星 这个陈小龙先生说 要讨论 问题就是说 这个列车从华盛顿Union Station 就是联合车站开出去 它的终点站不是巴黎 不是伦敦 它的终点站是北京 开了到北京之后呢 好像它这个车就拐不出来了 这也就是习近平说的 你 我们 这个关系就拖不了了 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关系拖不了 那么认为中国和美国 这个 这对冤家 打 会打 但是永远会在一起 就是这种依赖性的关系 你也挡到了它的 它的危害 它的危害 而且这个危害 大家现在已经显然的看到 台湾看到 朝鲜 那个南韩看到 甚至于美国也看到了 但是 它好像就解决不了 因为这个贸易谈判 现在人家说是买买买卖卖卖 它不是解脱 它是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啊 那怎么样的解决 这个全球化带来的 异国化的弊端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 问得非常深了 因为你提出来的问题 其实是说 就是 在目前双方已经产生了一定 中美两国已经产生一定的 经济依赖的情况下 这个依赖 能不能改变 对 那么我想呢 那现在就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 应该拉开啊 还有一种观点是拉不开了 只会越来越紧 现在就是这种观点 习近平就是说拉不开了 我们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紧 当然我们现在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在屏幕上出现很多讨论中美这个 啊 这个经济这个脱钩的文章 对不对啊 但觉得应该拉开这些人说不定就是看到了这些问题 我先来谈中国方面的观点 中国方面强调的一点就是拉不开 对 那么拉不开这个最主要理由呢 就是中国这么大的市场 实际人口的市场 你占世界 人口六分之一 你离开了中国世界工厂 又离开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 你怎么做生意 企业怎么发展 然后呢 中国经济增长又那么快 但是呢 我想在这里面点出一个要害问题 讲中国市场大的时候常常被偷换概念 为什么呢 一偷换概念很多人就糊涂了 被绕进去了 我最近看到这个北京大学有一个教授 叫姚洋 他在一个讲话 演讲 对一个演讲 他里面就提到中国市场大 他也就是典型的偷换概念的主 我这里只要反问一个问题就把他那个 市场大给拨了 那就是 当你们在谈中国市场大 你讲的是销售市场还是采购市场 如果谈销售 那么 或者谈销售当然是说中国是销售市场 那么如果这个美国公司到中国不是去销售 是去采购的 那他的市场在哪里呀 在中国吗 不对 在美国 那是美国市场大 所以你怎么能拿美国市场大去蒙 听众说那是中国市场大呢 那跟中国市场没关系 所以这里其实讲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谈市场的时候你先搞清楚消费者在哪里 在哪个国家 因为市场经济经常讲一句话说消费者是上帝 那么好咱们就来谈上帝 什么意思就是消费者掏掏钱了 卖东西的人卖东西的公司才能做成生意对不对 那么 禁中国市场 说中国市场大 美国离不开中国市场 那么好 这是在讲说中国消费者是美国公司的上帝 那就咱们先简化成说 中国上帝 那么 有人说了这个美国公司到中国买东西 然后卖给美国人 那美国公司美国消费者才是上帝啊 那陈小平你我算是上帝了 是中国上帝的公司上帝 那就变成我们是中国 公司的上帝了 所以这样的话 你一看就糊涂了 两个上帝讲了同一个市场 其实就因为把这个销售市场的采购 市场给搅混了 所以就搞成一锅粥了 我来用一个 商学院讲的概念就明白了 商学院讲市场营销社经常讲一个消费者群体 消费者数量这个概念 那么 这个概念抽象的没有喊 没有什么具体意义 但你落实到具体产品就知道了 你不能用人口总数来 推算消费者群体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几个简单的例子 你推销女性用品的时候 你不能说这个国家人口总数是多少 对不起了 你不能把男性算里面 还有你推销婴儿用品的时候 也不能用人口总数 为什么呢 成年人不用婴儿奶准 也不用奶瓶 对不对 也不喝奶粉 还有你推销高档手表 你不能把低收入人口算进去 当消费者了 推销雪茄的时候 你也不能把那个 中学生以下年龄的人都算作消费者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用这个思维里来看的话 谈到中国人口13亿 这点没有错 中国市场是不是一定都有13亿 不对的 是人口总数大并不代表人人都具有同等的购买力 购买力不大的人口 他不是潜在的消费者 所以他不是消费者 那么我现在在用这个中美经贸来说明 到底 是美国的上帝多还是中国的上帝多 就是是中国消费者 更多的人 因为13亿人口 所以就是美国的 这个 公司的上帝 还是说因为美国 买美国东西 中国东西多 而美国更多的是中国的上帝 美国上帝更多 我就讲几个数字 这个中国人经常举几个例子 刚才我举例遥阳的讲话 引用了我现在引用他的说法 他说你看 这个美国 苹果公司19%的销量 卖到中国 英特尔 芯片的24% 依赖中国 高通公司的芯片 65% 依赖中国市场 通用汽车42%的销售在中国 没错 这都是事实 那么好 你把它作为中国消费者是上帝的例子 那美国公司必须对 这个消费者上帝 顶礼膜拜 那我想反问一句 中国人活着就靠这四样东西吗 苹果手机 英特尔芯片 高通芯片加美国通用汽车的汽车 不对吧 还有美国经济是只有这四家公司吗 别的都没有不存在 就靠这四家公司 那如果不是的话 这不是典型的 以偏概全吗 你用四个公司的例子 能说明什么美国对中国的依赖 还有中国市场大到美国公司离不开 不就四家公司离不开吗 我现在举一个 这个 不忽悠的概念 那就是 到底美中经贸的状况是什么 咱们反复在谈美中经贸谈判 美中贸易战 那这个贸易状况是什么 以前我们可能谈过 现在我再 换个角度 从这个消费者上帝的角度去理解 就是美国 每年 从中国公司那里 买多少东西 也就是说 在美国公司背后的那些美国消费者 这些上帝 他们买了多少东西 然后中国消费者这些上帝 从美国又买了多少东西 那么我这里 用美国政府统计的数据 2018年 美国向中国出口是1200亿美元 这是货物 那么美国从中国进口是5400亿美元 也就是说 美国消费者的上帝的购买力 是中国 13亿人口当中 购买美国产品的消费者 购买力的 4.5倍 就是说如果说中国消费者和美国消费者 这个上帝 咱们一个上帝算一个人的话 那中国占一个上帝的话 美国有四个半 比中国整整多三个半上帝 所以这时候你说 谁的市场大 是中国大还是美国大 很明显的美国市场比中国市场大 4.5倍 或者大3.5倍美国市场是中国的4.5倍 大3.5倍 这说明什么问题 不是中国市场大 因为中国虽然有13亿人口 中国市场有限 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 还不到 从两国贸易 你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因此 既然如此 那就说明一个问题 那美国公司 只卖到一年1000多亿 GDP 不1000多亿的美元 那他还向其他国家出口大乱东西 说明什么问题 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不是完全依赖中国的 大量公司不依赖中国 所以中国就不能够拿13亿人口来忽悠13亿人 你那13亿人大部分不买进口商品 不用苹果手机 也不开美国汽车 所以 我们这时候记得以前我在我们节目里谈过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把美国公司区分开来 刚才讲的 姚洋举的四个例子 就我给他重复了 介绍了一下 就苹果公司 还有高通芯片 还有英特尔公司和通用汽车 这四家美国公司 他们是属于 在中国 就地生产 然后就地销售的 你可以把它叫做中国销售依赖型公司 就是他靠在中国卖东西 过日子 那么 这些人是把 这个 中国消费者当上帝 当然他得听消费者 中国消费者的 意思 但是 还有更多的美国公司 比他们多 几乎是几万倍的 公司 美国公司呢 是把美国消费者当上帝的 他们只不过是从中国采购商品 给中国送钱去的 所以他是 对中国公司来讲 给美国出口产品的公司 美国这些 来采购的公司 就是他的上帝 这公司哪天上帝不来了 这公司立刻就垮了 所以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明白 那少数的 这个在中国 依赖在中国销售的公司 美国公司 他们会把生意做到最后一秒钟的 他们的意见不代表美国大多数公司 原因是大多数公司不在中国 销售 而是在其他国家在美国国内销售 所以不是所有的美国公司都指着中国市场 第一是根本不存在这个情况 只有一小部分美国公司 几百家指望中国市场卖东西 剩下的几万家几十万家美国公司 是从中国送钱去从中国买的东西 拿回来到美国卖 那是给 中国送钱去的 他们是上帝 这上帝要不高兴了 他不给你订单 你中国公司就什么都不是 至于这种我刚才讲的这个销售依赖型公司 就指望中国市场过日子的公司 那么他们会把生意做到两国关系 完全完蛋之前的最后一秒钟 我举一个例子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日本用来造航母的钢材废钢 从哪进口的美国 日本航母使用的石油 从哪进口的美国 不是美国政府卖是美国公司卖的 美国公司要赚这个钱 所以还有有色金属造飞机的 航母赚了飞机 用的有色金属像铝什么也是美国的 所以很 你说这个美国的公司为了赚日本的钱 帮着日本扩军备战 然后制造航母来打美国 这就是事实 这是销售型 依赖型公司 他要指着日本市场赚钱的美国公司 他会这么做 一直做到最后一秒钟 政府下禁令的时候不许卖了 那么他就不做什么也做不成了 那么今后的情况也差不多 就这些对中国市场依赖的美国公司 他不可能 这个 轻易的离开中国市场 只要他还有钱赚 但是呢 这样的公司 数量很少 同时他们也影响不了 也更不可能主导 美国的对中国政策 所以这样的公司 原则上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姚洋这样的学者 拿这个种忽略不计的公司 来描绘中美两国经济贸易的前景 本身带一种忽悠的性质 这个 这是你这个算经济上啊 这个对这个进行的一个 捧戏啊 我看 是你和何其年一块写了一篇文章啊 中国经济立为谈啊 中国利用这样一种经济交往中成长 然后还对美国进行的挑战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美国 给你中国 我不算经济账了 因为有一个比经济账更大的问题在在在 存在的就是国家安全问题 对 就我刚才前面 为什么一开始谈这个 经济全球化的 布局异国化的弊端呢 其实讲 弊端还讲的非常客观客气 应该讲是严重危害性 就它危害的就是国家安全 最终影响的是国家安全 对 最终是影响国家安全 那么 现在刚才谈到了这个你开始引用了这个中国领导人的话 说 这个 美国离不开中国 我刚才已经解释了 美国有那么几家公司 一二百家公司离不开中国 以他生意在中国做 在中国卖东西 剩下的几万家公司 是中国离不开美国 那就说 这个 有中国有几十万家公司 是靠出口美国东西制造零部件和出口商品到美国来 指望美国上帝花钱买的 所以美国 消费者是他们的上帝 那上帝要是不买了 他们也就 没生意可做了 所以 是中国离不开美国 在这方面 就是 从美国采购东西 从中国采购东西到美国来卖 这一点来讲 是中国离不开美国 而不是美国离不开中国 为什么这么讲 美国并不是说 这 他在中国采购的商品 全世界独自一家 专门的技术 这个专门的技术工人 只有中国才有全世界其他国家都造不了 那些产品95% 原来不是中国国产的 也不是中国发明 都是外商带着图纸 带着这个设计的样 这个说明书 带到中国去教中国工人做 教中国工程师 看懂图纸 然后给他们下订单 告诉他今年要这样设计 明年改 根据市场需要变化 改另外一个设计 也就是说 这些技术这些设备这些图纸 都是来自于美国的 所以对中国公司来讲 他不敢不敢讲领导人这样的大话 是美国离不开中国 而是中国离不开美国 那么这是我讲的贸易层面 你要在技术层面来讲 说美国离不开中国就更扯淡了 大家都知道 那是胡扯 技术上美国什么时候离不开中国了 我们到没今天没有听说过美国公司要到中国去盗窃 知识产权 因为中国技术太高了 美国自己研发不了 必须去偷 没有一个这样的案例 可是中国有这样的案例是几千 我在中国还经常 就是听到中国的媒体上 这个经常这样说法 更是个大忽悠 就是说西方剽窃了中国的死打发明 古代的啊 那么现在中国 这个欠了中国的 所以中国为了发展技术必须拿西方的技术 天经地义 谁让你们剽窃我们四大发明的 我最近从一部中国电视剧叫做《奔腾的年代》 讲的是50年代流美的中国工程师 研发国产电力机车的故事 当然这个流美工程师回去 造电力机车没这事儿 没有这样的人 这故事整个编的 我当时里面举了 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 就是其中男主角的流美工程师 就唐儿黄之在和法国人谈判的时候讲了刚才我讲的话 说你们剽窃了我们的 四大发明 所以现在这个你们法国的技术就得给我们 然后呢 这个剧中的 就花钱雇来的法国人 在剧中就张口结舌了 说不出话来了 觉得很理亏呀 这四大发明剽窃了 问题在于这个忽悠啊 很拙劣 那四大发明是古代的事儿 那个时代 技术也好 知识也好 是共享的 没有专利也没有产权了 那么知识产权 他把它一勺绘了 他把它一勺绘了 对 一勺绘了 那是产权上世纪后的 老祖宗的就是我们的 我后来想到说这个说法 你要一勺绘咱们绘一个别的玩意儿 咱们听听你看怎么样 咱们都说汉字是中国发明的 那么今天美国的微软 还有美国的谷歌软件上都用汉字 都有汉字 研发了汉字系统 你可以在Google上面打进汉字 你能说 到国际法院去起诉说微软公司 或者Google公司 你侵犯了中国古代汉字的知识产权 要求赔偿 你到国际法院试试看 在海洋国际法院看有没有这样的国际条款 那是胡扯 大忽悠 我想中国在 再怎么想要 在这方面什么四大发明上做文章 他也 不会好意思 跑到国际法院去出这个丑 因为那都知道是国际当笑话 那么具体来讲中国的技术发展呢 民国时期零散的是来自于德国日本英国美国 那么毛泽东时代主要是来苏联的 我说来自的意思就是中国当时的技术的主要来源是来自这些方面 那么文革后期又从 通过进口从英国日本获得一些技术 这都是零零散散不成系统的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获得技术多了 来源多洋化了 但是以美国为主 那么中国 用中国国内的话 主要做的就是叫做消化 引进消化反向工程 反向工程就是仿制 那么 在怎么样 获取这些技术方面 中国是有各种手段 比方像我们以前都谈过了 像强制技术转让 剽窃之产权 剽窃之产权包括说假冒名牌 把名牌的设计包装 这个模仿了以后 用同类的产品去 这个卖到发达国家去或者干脆就顶他的牌子了 所以这个中国造的甲骨鸡包什么这个这些 就世界名牌你到纽约唐人街全能买到 而且 十来美元一件 那一听一听价格就知道那全是假货 都是中国造的 这就是侵犯制产权 那么最近好像中美两国正在就这个问题 具体的谈 那么 还有就是 这个获得技术一个另外一个管道就是盗窃技术机密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 技术发展不是美国离不开中国 是中国离不开美国 所以 只要是从技术层面还有从经济层面最后发现 总的来讲不是美国离不开中国 而是中国离不开美国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两者之间的依赖 中国对美国有依赖性 美国有一部分公司也对中国有依赖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接下来就是 既然这种依赖 不是好事 那就是说你还打算不打算继续维持下去 就你前面讲该不该脱钩的问题 不这个等你讲下个问题的时候 还是有点针对性的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呢 就你像这一次协议 美国坚持要中国买500亿 那么这个市场是不是在中国 对不对 还有一个美国说 美国王中国出口的数额要翻倍 那么这个市场也是在中国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美国依赖中国 我觉得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 这个中美经贸谈判表面上是贸易问题 所以讲有人说是买买买卖卖卖 对对对 但实际上呢在这个背后 涉及到更深层次讨论就是我们今天书记这个课题 就经济全球化 不是买卖那么简单 这个经济全球化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弊端 为什么必须要加以调整 要避免经济全球化的弊端 或者说要校正经济全球化 原因就是 经济全球化其实 还有其他的弊端 我们前面提到那个 布局一国化这是弊端之一 那么 什么情况下经济全球化不需要校正了 那就是假如 出现了一种情况 全世界 取消国界了 吃上全球大锅饭 实现共产党讲的共产主义了 那么说你不用 进去全球化 为什么呢 那反正吃大锅饭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体最后就是 谁穷就吃富人的 一直到大家吃穷为止 中国办过人民公社 一直饿死几千万人 那就是 人类共同体 就共产主义 跑步实现共产主义结果 中国有过程 惨痛的教训 如果中国今天重复一次人民公社 我相信结果还是一模一样 还是饿死 那么 所以经济全球化既然不可能走到共产主义那种 方向去 那么他就不能消灭国界 虽然现在欧洲的 这个左派政府和左派政党还在想这个事 老想是什么共同体 但是苦果够多的了 而且后来 今后的情况会越来越糟 刚才举了法国例子说明这一点 那么如果国界不能消除 那每个国家的选民 他只能选本国政府 不能选外国政府 对不对 然后你明选的政府就必须保护本国民众的利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了 一个更大的问题出来了 就经济全球化 你可以把公司的生产链 的国界抹掉了 你要问 A公司说你们的这个产品 有几个生产国他告诉你多了 世界20个 那可以是这样 产品可以多国制造 但是 国家利益是不能有别的国家来 分享的 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家利益 是美国国民的利益 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中国政府定的利益 中国政府肯定不会允许美国政府说 每年从中国的税收里面拿走个几万亿 说是美国需要 同样反过来也做不到 也不可能 所以两个国家有不同的国家 这个时候 如果是国家利益打架呢 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依赖 这个布局异国化的依赖性的弊端 其实指的就是两国国家利益要打架的 潜航的 对他潜航的这个代价就是要打架 早晚一天 要打架 全球化的异国化 那么早晚一天他和别的国家会打架 或者是中国一国和许多国家打 或者中国一国与一个另外一个大国 比方美国 国家利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你中国想占尽世界所有国家的便宜 没哪回事 早晚一天 光在经济层面就会造成巨大的摩擦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 刚才回到咱们前面讲的主题就是能不能够脱购 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其实 对这个 全球的稳定和安全是有威胁的 不是 光是好事 以为实现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就是威胁 好在是现在美国只出现部分行业对中国的依赖症 所以我刚才前面讲了这个 消费者上帝大多数在美国 中国的消费者上帝只有一小部分 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还不到 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问题 想说明的就是说 美国的依赖程度远远低于中国的依赖程度 即便增加那么一点点 也不是很影响很大 也就是说美国 如果想调整自己在全球化当中的格局 并不难 他有这个战略认识了 虽然不清不楚的 是一种直觉 不是一种理性的思考 和分析 但是他还是做出应对了 那就是我们要逐步调整 调整什么呢多元化 布局的多国化 这个用企业的用的术语叫做分散 分散生产 就同样的产品 你不能够就在一个国家生产 必须把它分散在不同的国家 这样的话 你的风险就大大降低了 所以 我觉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的应对还是比较冷静的 而中国很显然犯了个大错 就是他在解读经济全球化的走向的时候 把全球化布局 就是我刚才讲布局异国化 误以为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并没有就此去推断说 中国可以当上世界的唯一的弄抄儿 为什么呢 因为我都是世界工厂了 你们布局全到中国来了 那我就中国去控制全世界的命运 所以中国提出来我们要引领经济全球化 这个引领的含义是要引领的经济全球化 进一步向中国布局异国化 你全到我中国来 这样的话呢 实现中国一家崛起 然后其他大国衰败 然后中国主宰全球 这个战略梦想就实现了 这个判断的错误啊 我现在想来要刨根问底的话 跟中共这个高等院校的政治系的教育 就王沪宁同志的知识缺陷有巨大的关系 这个王沪宁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个主导官员 和部分意识形态的这个编撰者 他在复旦大学上的课 上的国际政治课 是用红色价值观主导的 所以他们这个红色意识形态支配下的 这种国际关系的理解 是按照中共的全球目标来理解的 就是怎么样为中共的全球目标服务 来处理中国的国际关系 那么在西方在美国 他谈国际关系的时候 比方讲我在普林斯顿的国际关系学 我念过一年 我知道美国在这方面的课程 还有他讨论的所有的课题 包括各种讲座 他都是从世界和平 世界稳定 以及不光是美国 也包括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 通判来考虑问题的 所以他关心是全球的平衡 稳定和发展 而不是说穷尽全球的资源 为美国一国服务 那么中国犯的毛病就在这 中国把全球化当作一个 最极好的天赐良机 可以把全世界掏空了 把中国一家变成个世界独大 然后支配全球 那问题就在于 你那个梦想背后 是要破坏全球的平衡 破坏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 最后的结果必然遭到反弹的 那么最后就讲到脱钩 我觉得脱钩 这个问题其实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谈结局 一种是谈过程 所谓结局 就是说这个脱钩指的是 两个国家积构 完全从此不相干了 这样的话也自然就不存在依赖了 那么对脱钩而言 对英语脱钩的就是锁死 锁死的意思就是 这两国完全依赖了 再也分不开了 再也脱不了钩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 美中之间什么关系呢 当然不是锁死状态 完全不是 但也没有进入完全的脱钩状态 因为只要美国公司当中 有一小部分企业 还依赖中国市场在销售产品 那起码就不能完全脱钩的 但是美国那些采购公司 到中国去采购产品的 把它卖回美国市场来的公司 是绝大多数 他们在转移产业链 那个过程就是把 经济全球化的布局 从异国化改变成多元化 那么这个过程不一定 它要完全关闭在中国的生产链 而只是可能减少 对这些生产链下订单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 你去理解的话 脱钩作为一种结局 应该不会发生 但是脱钩作为一个过程 现在正在进行 作为结局不会发生 作为过程现在正在发生 对 那实际上是你的结论就是说 这个全球化还会保留 这是美中经济在某个意义上 不能脱钩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 用您的话说的话 某些东西还是要脱的 因为要解决这个一国化带来的问题 那不是我说要脱 而是美国公司正在脱 正在做 对 你去问苹果公司 苹果公司不久前 刚开掉一个中层官员 中层的管理 原因是什么 就这个 而且罚他几百万美元 原因就是他泄了密 大嘴巴 把这个苹果公司准备 从中国撤离生产链的消息的披露出去 媒体报道了 苹果公司高层震怒 说你这一弄的话 中国政府就会对我们下损招啊 我们还指着中国市场呢 我们撤资 不过就是敲枪的撤 打枪的不要 你把枪给先放一枪出去 把人家给惊醒了 是不是让我们自个儿难过吗 不罚你罚谁 对啊 这说明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连苹果公司这样的 非常乖巧的 想在中国市场长期生存下去的公司 他也在瞧瞧撤 你去看台湾那个郭台铭富士康 他公司现在在哪里 郑州有一部分 印度有一部分 郑州都卖在中国 印度生产的手机卖在美国去了 这就是生产链转移 这就是脱钩 这样的例子 你去看国外的媒体 天天都能看到 今天我们的节目很短 我没时间去谈这个外国公司的经营策略了 除非咱们专门给有这样兴趣的人开门客 讲讲外国公司在干什么 这个确实是如陈小龙先生说 今天我们的时间短 我们没法谈很多细节 但是呢 我觉得陈小龙先生在这个节目中呢 把中美经贸关系的大线条 进行的一个勾画 那么通过 最近达成的中美贸易协议来看中美的这种挂钩和脱钩之间的相关性 是中美之间越来越远了 还是中美之间越来越近了 那么它是从全球化的负面效果 异国化开始谈起 他就认为呢 在某个意义上 全球化现在基本上走到有点走到邪路上去了 变成了异国化 违背了它的多元化 那么这个异国化呢 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它会重大的问题危害全球的安全与稳定 他就提到这个例子什么 中国拿这个路克来制裁台湾啊 制裁南韩这些问题 就是这个经济问题最后会异国全球化的异国化 会导致这个危害全球化参加国的安全与稳定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结果局呢 必然会侵犯他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 那么中国和美国现在吵成那样啊 也就是因为全球化异国化带来的后果 最后呢美国和中国开始吵架 因为这个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全球化不能取代国家利益 因为国家之间还是有界限的 当全球化低元化跟多元化产生冲突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美国和中国打架的样子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所谓的全球化 或者是世界不能离开中国 美国不能离开中国 这个事情呢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这个美国在面临全球化异国化的时候呢 他要进行调整 这个调整呢 那就是我们现在关注的脱钩 那么陈小龙先生这个有意思的观点还有个什么呢 就这个脱钩啊 你要看它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结果啊 这个只要有一家公司还在中国 那你就不能说中美经济脱钩了 但是作为一个个程来说的话 作为一个对全球化过程中一国 这样一个后果的这个一个纠正 那么这种脱钩呢 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发生 他就举到了这个产业链的转移的问题 谢谢大家